我要跟你介绍那个长生学 这个长生学呢 是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在北英女的体育馆上课 那时候人喊两三千二三四千 我不记得 我们甚至那个报名 都要前一天去拿号码牌 因为太多人要参加了 所以前一天我们就一大堆人去抢 去拿个号码牌 然后去上那个课 上课上三天初几班 三个晚上 然后过一个礼拜 又三天的中几班 上完了以后要实习 实习要去那个志工站 那他们叫做爱心调整站 生学的爱心调整站 那去做实习 要做六次的实习 六次实习完了以后 就可以去参加那个高几班 高几班又上三天 那在我们上这些课的时候 每一天上课都有开训 那一个人有七个轮 但是最后一个是海底轮 那不方便 所以那个不开 那开其他可以碰到的 就是头轮啊什么 那头顶轮这样一直下去 有六个人 那每一天上课都会 他在上课的时候 教课的时候 大家就是依序的出去 有师兄师姐帮开训 那是在初几班跟中几班 那在高几班的时候 是老师 是老师 三位老师 林老师 两位林老师 一位一位老师帮我们开训 非常殊胜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强生鞋最好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 就是说自己做功课 就帮你自己身体调养 身体就可以得到 不是调气吗 对 也不是调气 因为我们坐在那儿 就是很安静的坐在那儿 静静的坐在那儿 那那个细节我就不说了 上课就知道 那然后呢 除了你自己做功课以外 那如果有人 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你的双手拿出来 来帮助这个 这个有身体病痛的人 对 那我自己 我自己 在初级班跟中级班 开训的时候 我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我在高级班的时候 开训是林老师 林子真老师帮我开训 那他手一放上我的 这个 我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整个气在转 整个气在转 非常奇怪的感觉 然后我就感觉那个能量 进入到了身体 那当我在做 在做这些长生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报道 那那有师兄教我教我们 怎么样替这个病患调整 那因为我们是你知道上六堂课 然后我每次因为上班很忙 我每次到那儿都都很晚 所以我都坐到那个体育馆的最上面 所以这样我想看 所以上完了 说实在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去做 志工的时候 就是一对一 那个师兄会教你 然后 他就教你怎么样帮别人调整 那我记得第一次做完了以后 有点时间 我们那个志工的时间 我们调整的时间还没有结束 他就问我们这些人 要不要帮我们调整 我说要 他就帮我调整 他人完了以后 他跟我说 哎呦 他的腰很不舒服 他说 志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才想到 可是问题是我自己 没有什么感觉 结果我后来想起说 我自己肾上 在三十多岁生一小孩一手 曾经有过急性肾与肾严 所以我用超音波照的时候 我的肾脏表皮是很皱褶的 是受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像 酒入鲍鱼之士 不闻其臭那种感觉 其实我的腰是不舒服的 那个师兄就感觉得到 那我自己呢 我以前有去志工载 那也有去医院 我有去医院去帮忙 资源医疗组 一段时间 后来我在办公室 也找了几位朋友 然后来做一个小组的 这样的一个 让一个同事 在下班以后 帮大家做调整 那时候我是认为 既然都是能量医学嘛 我就找了 我是长生学 另外一个同事 是人电学 还有一位同事 是天地教 他们天地教也有 他们的天地教的一个方法 也是用这个能量医学的方法 那我们三个人在找了一个会议室 就帮其他同人来做调整 那也做了一段时间 那我最大的感觉是 突然有一天就是 这样做了几个月以后 突然有天 我的手放在我的 我们同事身上 我就能感觉到 他身上的那个 不舒服的那个 那个部位 然后我把手 那做完以后 我把手拿掉 我就感觉不到了 那然后我告诉他 你是不是怎样 他觉得很生气 那可是这个事情呢 后来我离开了 离开了那个单位 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就 我就没有再 要持续的做肠心血 我就没有 我现在摸到人家身上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状况 那你现在肾脏有没有好 我现在没有什么 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感觉 那你有没有去检查 我去检查 一般的检查 健康检查没有问题 对对对 那我最近有帮两位朋友调整 一位是刚洗过肾的朋友 我去看我去找他 有一天经过他那边我去看他 结果他那个看起来 中气看起来很虚 然后脚步很蛮三不稳的样子 就他告诉我说他刚洗过肾 头头很炫 身体感觉不舒服 那我就请他躺下来 我帮他调整 那在调整的时候我感觉一开始我感觉很强烈的那个能量的交换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但是我身体很剧烈的在动 那不是我自己动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动 他就动 就后来等到慢慢慢慢时间过去 我这个动的幅度越来越小 就变成正常 正常了 我就放开 那我也记得我们老师有说过 因为有人问过老师说 我们要做多久 我们帮人家做要做多久 老师说等到你觉得这个贫困 就是说正常的时候 你就可以 否则的话应该要做 还在那个动的时候就不要停 就不要停 所以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最清楚 你正常的是什么状况 那但是你一弄上去有什么状况 那你要等那个 那第二个case是 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我们是四个人睡一个房间 两庄场 那我跟另外一个小姐是睡一个 就那个小姐一直咳嗽 那我就说 我会一点起功课会帮你 她本来说不要 就她一直咳 都没有间断 我说 我说这位朋友啊 我说 我如果帮你弄 如果没有效 你没有什么损失吗 那如果有效的话 你会舒服一点 对你会舒服一点 大家也好睡觉 那她就扭起来 让我坐一下 就我记得很清楚 我手上 手放到她身上没多久 她就不渴了 就整个晚上她都睡得很好 至少我没有被吵到 我就睡着了 所以我觉得 虽然我没有 我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没有再去 持续性地做唐生学 替别人做唐生学 但是我觉得 她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我想要推荐给你 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相信说这些东西 应该都有她的 每一个 每一个都有她的一些 优点 一定是有的 对啊 好 那就这样咯 感谢观看